在最近两年的手机发布会 手机评测里面 原神绝对是性能测试环节的常客 甚至可以说是各家新机性能表现的试金石 不过骁龙8家之后的旗舰 只要散热不拉垮 征服翘零P60人原神问题不大 而对于骁龙8进3 天忆9千3 这些SoC 原神差不多也是成了一个中等负载游戏 可以轻松搞定 2024手机端真正的硬件杀手 还得是米哈越的崩坏 新穷铁道 这款游戏也被评为了TJ2023最佳手游 目前玩家数量和游戏热度都不错 所以从崩坏3到原神再到新铁 有没有一种可能 米哈越其实是一家手机跑分软件公司 因为每当有手机芯片能够征服老款游戏时 更吃硬件的新游戏 差不多也要发布了 当然换句话来说 这也是安迪比亚电力的一种体现 硬件性能增长的同时 也伴随了软件性能需求的增加 既然新铁是目前综合压力最大的热门手游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搜索了近两年市面上主流期间SOC 直接来一个新铁游戏实测大横评 让大家一次看看够 到底哪些处理器可以流畅 哪些处理器压力山大 参与测试的SOC性能等级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档 测试帧率数据也会基于不同档位来进行对比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 测试环境是室温25度左右 屏幕亮度调整为两把尼特 测试软件统一用性能狗 测试场景分为两个 一个是新茶海中枢20分钟跑图测试 星铁目前很多任务都是在仙洲罗浮上进行的 新茶海中枢是一个压力相对较大的图 比较有代表性 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连续10分钟的周本测试 压力会相对小许多 类似于大家平时玩魔女宇宙刷副本的表现 首先是性能第三梯队的旗舰SOC A15 骁龙八家 天际9000 709000s 理论性能层面 这几颗SOC的大致排名分别是 A15 好于骁龙八家 好于天际9000 好于709000s 当然具体的CPU GPU功耗能效 大家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的视频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展开了 首先是A15的iPhone 13 Pro 算说理论性能比较强 比如说刚进入游戏其实可以跑到满帧 但是受限于菜机的散热只坚持了1分20秒 后面帧率就开始全程大幅波动了 平均帧率是36.9帧 并且游戏过程中 屏幕亮度还强制降到了160尼特 游戏功耗倒是很低 平均只有3.8瓦 骁龙八家的小米12S Pro 平均是45.7帧 整机功耗是6.9瓦左右 前面5分钟是比较高的 基本是顶在59帧左右运行 这一段的整机功耗有8.6瓦 5-8分钟出现了一个阶段性锁帧 8分半往后全程锁在了40帧 不过锁帧之后帧率基本是没啥波动 天机9000 虽然说是8家同一代产品 但是GPU这块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平均是40.2帧 但实际游戏体验并没有比iPhone 13 Pro好 主要还是帧率波动太大 前面5分钟是60-35之间频繁波动 后面15分钟是50-30之间频繁波动 卡顿感比较明显 麒麟9000s的Mate60 Pro平均是37.2帧 整机功耗是6.6瓦 游戏前面4分50秒 还能勉强往上冲一冲 这一段平均是49帧左右 但是受限于工艺制程 这一段平均功耗有9.2瓦左右 对于手机这类被动散热设备 10瓦左右的持续性能释放 肯定是扛不住的 后面会阶段性锁到30帧 游戏体验也是比较糟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0分钟的副本测试 骁龙8家和A15在这个环节表现不错 除了少部分掉帧 大多数是可以保持在满帧运行的 平均帧率分别是59.6帧和59帧 光耗分别是6.4瓦和4.4瓦 但是即便只有10分钟的测试 iPhone的屏幕亮度依然是强制降到了160nit 天玑9000的X80平均是57.5帧 帧率波动会比8家和A15更大 但是也还行 麒麟9000s的Mate60 Pro平均是46.9帧 前面4分半是40-60帧之间频繁波动 中间这一段是40-50帧之间频繁波动 8分钟左右开始降频锁帧 副本店的游戏体验相比星差海中枢跑图 反而是被进步拉大了 考虑到转据持续性能释放已经是来到了期望 只能说散热堆料方面Mate60 Pro确实尽力了 接下来是性能第二梯队的A16 骁龙八镜天玑9000 CPU 性能上A16好于骁龙八镜好于天玑9000 而GPU 性能则是骁龙八镜好于A16略好于天玑9000 测试机型分别是iPhone 14 Pro Max 一加A43 K60 至尊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K60 至尊版用的确实是天玑9000 理论跑分成绩有提升 但是分值功耗也是大幅飙升 实际日常能够用到的性能区间 和常规的天玑9000是没啥区别的 得益于CPU GPU的能效升级 八镜和天玑9000在这个环节表现 对比D3T 对着骁龙八家 天玑9000都有了长足进步 A43 频率帧率能够达到56.6帧 整机框是6.8W K60 至尊版平均是54.5帧 整机框是6.5W 从帧率曲线来看 两者帧率波动都还挺明显的 A43 是全程在45到60之间频繁波动 K60 至尊版前面13分钟波动差不多 但是后面7分钟会阶段性锁到45帧以内 综合来说 8G 高负载游戏体验 还是要强于天玑9000的 A16 处理器的iPhone 14 Pro Max 前面2分半还行 这一段平均能到56.4帧 但之后就是全程在38帧到60帧之间频繁波动 20分钟游戏平均是49.7帧 游戏过之中 屏幕亮度依然是强制降到了160nit 几台机的游戏最高温度都在45到46度左右 因为性能狗 目前还无法通过WiFi方式测试 iOS 17 设备的帧率功耗 iPhone 14 Pro Max是插线测试的 理论上和连WiFi模块测试会存在轻微的差距 比如说 iPhone 13 Pro 插线测试和WiFi测试 最终数据分别是36.9帧和36.2帧 你可以认为是WiFi模式会略微好些 也可以认为是测量误差 第二梯队的这些SoC 在新铁副本内的表现都是比较稳的 三台机子都能够达到平均59帧以上 在流畅度差不多的情况下 功耗对比8加天9000的明显下降了 A43 K60 至尊版分别是5.2瓦和4.6瓦 而小米 12S Pro X80 分别是6.4瓦和6.1瓦 iPhone 14 Pro Max 副本内的帧率挺稳 但依旧是强制降量亮度 机身发热也比另外两台明显更高 有44度左右 最后就是目前性能第一梯队的 A17 Pro 骁龙八景三以及天玑九千三 理论性能层面 今年天玑九千三终于是逆袭了一把 无论是CPU还是GPU 都是夺得了第一的桂冠 A17 Pro的单核性能依旧领先 但是多核性能不如天玑九千三 也是基本被八景三给追上了 比较尴尬的是还是GPU部分 核心规模变大 工艺架构升级 差距反而是被安卓阵营进步拉大了 X100在更新最新系统之后 星铁这个游戏里面的调度 要比刚发布那会更稳了 全程帧率基本是保持在55帧以上 平均是59.3帧 整机功能是5.9瓦 八景三的iQ12同样表现不错 平均是58.4帧 帧率波动比X100略大些 功能是5.9瓦 帧率对比第二梯队的八景 天玑九千更强更稳的同时 功能都进一步降低 我觉得只要机身散热不拉垮 那么安卓旗舰在6瓦里面的 持续性能释放还都是挺稳的 游戏过程中 机身发热控制也都不错 在43度左右 比较尴尬的还是A17 Pro的iPhone 15 Pro Max 算说是3纳米工艺制程 目前最先进 理论性能对比A16也有提升 但是在星铁测试里 它的成绩反而比iPhone 14 Pro Max 略微倒退了些 平均是47.8帧 游戏过程中 屏幕亮度还强制降到了160尼特 前面1分50秒会尽可能往60帧去贴 之后就是全程帧率大幅波动 机身温度也是将近48度左右 只能说 iPhone如果不修改 它的双层主板夹汉堡设计 那么即便是今年A18 Pro 能效进一步提升 高负载游戏的表现 依然是难有大进步 细数近几代iPhone 游戏高光时刻 也就有A15 面对火龙巴巴机型时 存在优势 副本环节 iQ12平均是59.1帧 光是4.3瓦 X100平均是58.3帧 光是4瓦 不过副本里面 两者的帧率稳定性反而是 骁龙8进3R略好些 更多时间是贴着60帧满针运行 差异版依然是55到60帧波动 iPhone 15 Pro Max 游戏整体上是挺流畅的 屏幕亮度依然是强制降到了160尼特 并且游戏温度 对比另外两弹 冥想高一大截 10款旗舰SOC 星铁游戏的平均帧率 功耗 游戏温度 是否降亮度的高清数据图 大伙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星铁和平 自动获取 也可以暂停视频画面查看 实测下来 天机有千三 骁龙8进三 这两颗SOC 基本是能够征服星雄铁道了 星产海中枢跑图 副门内都是挺稳的 如果说 平时主要是用手机玩这个游戏 可以着重考虑这两个平台的机型 在机身散热堆料 调度差距不算大的情况下 实际游戏铁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 其次是骁龙8进 星产海中枢跑图 帧率稳定性弱些 副门内挺流畅 对于八进三 天机有千三 差距主要还是功耗要更高 天机有千 综合下来 对比八进高负载游戏要弱些 但是差距不算大 到了副门里面 功耗甚至能略微低一些 这两套平台的机型流畅度表现 就比较考验机身的散热堆料 以及调度优化了 再往下就是A16和A17 Pro了 理论性能上 苹果A系的CPU依然是很强 但GPU这块 确实已经是被安卓资源拉开差距了 再加上iPhone万年的双层主板 没有VC均热板 它一样的综合游戏体验 排在天9000之后 另外测试的这三款iPhone 无一例外的都在游戏过程中 强制降了屏幕亮度 这点也是比较影响游戏体验的 至于第三梯队的四款SoC 目前来看 只有骁龙8家的勉强还行 平均率弱于两台iPhone Pro Max 但是游戏过程中没有强制降亮度 副本内功耗略高 流畅度表现还不错 A15 天9000 709000S 目前测试的这三台机子 日常跑头环节体验都比较差 当然原因是各不相同 理论上A15家大面积VC液冷板 跑个平均45到50应该也没啥问题 比如说iPhone 13 Pro 前面满帧这一段 整机功耗大概是7.4W左右 但实际上iPhone 13 Pro的持续性能释放 也就4W左右 天机9000对比火龙888件1 能效明显更好 但是和8家相比 GPU这块差距挺大 跑图这种高负载场景 帧率波动太大 很难有好的体验 副本内的表现倒还行 至于麒麟9000S的Mate60 Pro 散热确实到位了 但是工艺制程客观差距 导致星铁这种高负载游戏 跑图和副本的体验都不太行 只能期待下一代麒麟9100 能效方面能够尽快追上来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 加个关注 你们的支持 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不要去我们淘宝配音店逛一逛 看一看 搜索更多优质科模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来个拜